在峰河日里的5月 藏城佛教寺庙贡嘎曲德寺的年轻僧人们 利用闲暇时间在该寺篮球场打篮球 寺庙管委会宣教科负责人丹培告诉记者 在日常生活中 僧人们热衷于体育锻炼 篮球 足球 乒乓球等体育运动 让僧人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供嘎曲德寺位于西藏山本市供嘎县境内 实践于1464年 是藏传佛教撒加派寺庙之一 也是中国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寺庙古老的建筑 文物 壁画等均得以很好的保护 僧人的生活条件和体育公共服务等逐步得到提高和完善 受到广大僧人的欢迎 日前 记者走进西藏山南市供嘎县 拥有近千年历史的顿部曲国寺史 寺庙僧人和官务会干部正在打篮球 其中僧人的灵活运球和投篮技巧等 赢得在场所有人的连连称赞 西藏山南市供嘎县顿部曲国寺官务会副主任多布杰介绍 顿部曲国寺新建篮球场于2019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 室内外健身器材也已全部到位 这让广大僧人足不出四便可以进行多项体育锻炼 实现强身健体 我们年纪大一点的 以前就是建设器的这些不是很了解 甚至是有些是根本就是没碰过这些 自家院子里面有这些咱们的篮球场体育器在一国 咱们边学边断了 咱们现在的话基本的操作 然后就是咱们建设运动这里头的话就是大部分都会使用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统战部霍西 截至目前 西藏自治区统战部 自治区体育局 自治区宗教事务局 联合投入资金7500万元人民币 为西藏全区150座寺庙安装了室内外运动健身器材 为达到相关条件的寺庙 新建标准篮球场 激进完善寺庙体育公共服务 不断满足广大僧女对体育健身的需求 提高寺庙生女的健康水平 优优議員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